师兄师兄 我想知道 跟我说说呗 其实就是些胭脂水粉 哦 原来如此 不愧是大师兄 女人嘛 对这些事情肯定没有抵抗力 多亏我昨晚做足了准备 师姐莫怪罪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更好的 无聊 那 那我送别人吧 那还是我替你收着吧 省得又去祸害别的女孩子 女人哪 可我是心非的动物 大师兄 师姐今天好奇怪啊 是不是生病了 别堵嘴 对了 你刚才说 逍遥门和朱家一起打压我们 朱家是怎么个情况 哦 朱家呀 说起来这事 还和师兄你有关系呢 有故事 是 朱家小姐又时和师兄定下婚约了 婚约 难不成 是不是嫌弃我胎菜退婚了 哇 师兄 你记忆恢复了吗 恢复个屁啊 这种烂套路都完腻了 等着吧 看着朱家小姐跪在我面前忏悔吧 末期少年穷 你等的人来了 让我看看你怎么让他下跪忏悔 不是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啊 看得妖兽失控了 快让开 哎呀 不好 又出事了 可恶 来不及了 没事吧 小姑娘 你没事吧 都怪我不好 朱妹 你性子还是太软了 御史容易慌 不然以你燎原九段的实力 控制这妖兽 轻而易举 真是多谢二位了 客气了 本身就是朱妹的原因 该道歉的应该是我们才对 半月多了 修为还是毫无长进 可见你们林武松 确实没什么存在的必要 与你无关 要去哪儿 这不是该轮到你表演了吗 坤的血脉我那人 二师兄的后代就过分了吧 我谢谢他的不嫁之恩啊 吴京 你在这儿等我 告诉你吧 别救产我了 咱们是不可能的 我已苏哥哥情投意合 前几日已经订婚 别妄想白日梦了 我的心早已是苏哥哥的 你和苏哥哥比 就是萤火之光和浩月之差 这是与你之别 小的谢谢女侠退婚之恩 大恩大德 永世难忘啊 涂一时嘴快有什么用 没有万年吃盐草 千秋月必死无疑 而林武松 也逃不掉被我苏家吞并的命运 苏哥哥早就准备 把那万年吃盐草拍下来给我当聘礼了 我要是你 不如留点零食给师姐 挑快风水宝地当墓地 你们结婚我没意见 但要用万年吃盐草当聘礼 只怕你们这婚是结不成了 师姐 我们走 有我在 这吃盐草他姓吴了 想灭我林武松 你在想劈吃 口出狂言 你们林武松哪来那么多钱 这废物 倒像是变了个人 大哥 那边准备就绪了 就等你了 苏哥哥快来啊 唉 真是辛苦大哥你了 这种话以后不准再说 哦 你首饰不想要了 刚才那不是气势吗 电影里的真男人就是要帅气转场 胡言乱语 师兄 你刚刚可真是太帅了 不过大师兄 如果光是逍遥门还行 但是现在又加上个猪家了 放心 你师兄我还有杀手锏呢 哇 是啥呀 盲壳 各位客官请往这边 贵宗的位置在二楼天字禀房 一楼的座位都是怎么安排的 一楼并无刻意划分 前来近拍的客人随意落座即可 得嘞 那咱们就坐一楼 可是一楼宾客众多 怕是 没事 要的就是人多 啊 唉 人不多的话 吹牛多没意思呀 逍遥门和猪家在哪啊 应两族的要求 安排在了天字一房 成 那就坐这儿了 师兄 正对他们的话 对方居高临下 俯视我们感觉不太好啊 就是要让他们看清楚我这张帅脸 一会儿等着看好戏就行 苏哥哥累不累呀 俺给你捏捏尖吧 不必了 门内擅长正骨的仪式不在 改日吧 我们是 乙 甲房是小郡主派来的 零武宗的应该在 人呢 虚昆 这儿呢 想好造型联系我哦 西剑吹只要二十下品零食 鸡不可施 再说一遍 我叫苏香 不叫那什么虚昆 哼 坐在一楼也好 就算拍不到吃盐草 其他的还能仔细看看价钱 彼此彼此 你也记得买东西前看清楚咯 猪妹 零食准备妥当了吗 苏哥哥放心 今天要什么都能买 来 先吃核桃 猪妹 下次捏青鞋 碎成渣就没法吃了 在这个平行领域 一场虚拟游戏 被困在翻牌 不太的 鲜奈灵魂 每一部清醒 我被迫 扮演着翻牌的角色 每天心深处一端 我在燃下 少烦解一切 曾经只是一个普通人 若坚强游戏中的棋子 但我不会让 这种命运决定我的结局 我会超越 挣脱这些枷锁 释放你的自我 挣脱系统的身体 他们希望我成为反派 等我未打破束缚 追寻自由 他们可以把我打倒 但我终会站起来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